你的层次啦 但最好可以自己打是最好 如果不行 你这边层次复制贴上 不过我这边会多一个格式化成 那个没有小数点 没有小数点基本上 就是这边可以find a ring 那这个怎么来的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原来有小数点 比如说输出的时候有小数点 一般是比如说增加小数点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没有小数点的话 一般是这样 就是这个出生的格式里面 你可以在制定里面 把这个地方加一个0 0.0就是小数点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0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整数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把它放在出生格里面 让它执行的话 基本上就是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有一个属性叫 LumperFormatLocal 等于0 那这个LumperFormatLocal 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按右键制定格式 就是出生格式里面的制定 那如果你要打这个 当然如果本来格式就整数就不会变了 如果本来有小数点 它就自动变成没有小数点 所以这个地方有加了这一行 那其他的话大概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变成一个 什么呢 制定函数的话 插入月考函数按确定 那月考一 月考二 月考三 有没有 给三个 那它会怎么样呢 帮我在乘上0.3 0.3 0.4 最后把结果按确定 返还到这里 向下填满 那这个是一个制定函数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你会帮你选两个 如果未来有很多次月考的话 那你变成你要一直选 很麻烦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一次选完的范围 这应该有讲过了 按确定 这个范围给它就可以了 那当然一二 一次给三个 那切的话是由我们自己 再到程式里面把它切出来 OK 那这样 当然这个方法会比较OK 只是说要怎么做 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你要取三个 这个我想 程式只有一行而已 真的只有一行 那只是说你要知道怎么写 刚刚月考一月考二 那做法上的话 程式真的只有一行 就这一行而已 OK 然后做法的话 一 我们一样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就是Function 名称叫月考函数按确定 所以这个当然先把它拿掉 OK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自己加上去的 有没有 插入一个制定函数月考函数 然后你因为要跟使用者要三个资料 所以你就在后面加什么 月考一二三 它就会跳出来 一二三 请你帮我填一下 那使用者填的资料之后 会先暂时存放在这里 那最后我要怎么样 把结果丢回去呢 特别注意 它有一点是互动的 丢到这边的话 记得就是 它自己本身 等于什么呢 其实后面的话 就是把月考一二三怎么样 分别乘上什么 月考一 乘上0.3 加上月考二 乘上0.3 加上月考三 乘上0.4 那你想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打反应是40 特别注意 因为 这个person 在VBA里面 有别的用途 是一个保留字 所以呢 不能这样子 那没关系 改0.4就好了 OK 好 程式写完了 就是这样子 那它就怎么样 它的逻辑是这样 我把它射中断点 就是当你使用它的时候 它会 我们会给它 一二三 那资料会先存在 这一二三个引数里面 再来怎么样呢 它会透过引数 把这些计算完的结果 丢还给什么呢 月考函数 月考函数自己本身 又可以存资料 所以它存了84.1 存完之后呢 因为它的结果 会帮你再丢到 储存格里面 现在没有对不对 Enders function时候的话 它会把结果丢到 你现在储存格里面 有没有 它有点是 反正 这个三个引数 跟月考函数 都可以暂存资料 算完之后 丢进去 所以底下 向下填满就OK了 OK 这边中断 把它拿掉 不然它会一直卡住 好 那 再来的话 就是有关制定函数里面 改成范围 刚刚有选一选二选三 那如果说呢 我未来 我不要用选的 你就直接给我一个范围 可是问题 你一次给我三个啊 那我要怎么解析 前面好像有讲过嘛 我们可以先把 这个选栏的东西 先丢给个A 那它第一个怎么表示 一 这个是一列 一栏 二 三 先列 再栏 所以 这个 就是一之一 这个的话呢 就是A 什么 一之二 这个 这个要注意一下 前面是列 后面是栏 这个概念跟Sales还蛮像的 那我们如果 要把这个方选改完的话 可以把上面的这个 复制贴过来 改一个月考范围 然后把月考一二三 改成范围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们一样 先把月考范围 先丢给个A 然后呢 刚刚月考一 就用一之一来代替 一之二来代替月考二 一之三 那如果你要抓上面的话 除了可以用成的啦 你也可以去抓上面的资料过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最后丢回去的结果 那就会是正确的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这个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读一下 试一下